欢迎回到HOMO HOME快乐玩轻松学 最近有很多家长在询问我的问题就是 要怎么帮孩子准备入学的东西 孩子将要入幼儿园 要准备些什么 睡袋好还是棉被好 要买东西买的不实用 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准备 有什么重点 那这一支影片整理出所有的重点 要跟大家来分享 以往在教育现场看到种种问题 将会提供解决的办法 最后有抽奖活动 我们抽出两项奖品 一个是丹麦品牌的儿童书包 再来一个是一组三色碗跟餐袋 请记得要把影片看到最后 在影片的开始前 记得要订阅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幼儿教育内容 今天的影片内容呢提供给大家准备入学物品的参考 因为每一所学校规定的做法会有差异 请家长们可以斟酌在做选购 最后呢我们会提供选购清单 给各位下载参考准备哦 第一个是睡袋 有家长呢在想 到底我买睡袋好还是三件组的棉被好 睡袋呢在学校是比较好收纳的 因为呢它的款式整个一体成型 我们只要把它卷起来 好收纳放棉被柜里面 三件组呢它是分开的 有枕头 黄垫 薄薄的棉被 棉被这个部分呢就要选择 三件组是要符合孩子可以折的大小 也不适合太大 因为折被子这件事就是小朋友起床必须做的 被柜里面每个小朋友的被柜都不是太大 所以三件组最好能够找适合学校被柜里面的尺寸 折起来不会太大 所以尺寸方面要注意 那一般小朋友在睡袋的时候 有时候夏天会觉得里面比较闷热 有的小朋友会直接睡在睡袋上面 那三件组的呢它就是可以调整 比如说我可以折一半盖在肚子上 那有的小朋友喜欢整身盖着 这个就是它的差异性 所以呢三件组可以去选择 Size不要太大 尺寸刚刚好 在夏天是很受欢迎的 这里建议你回家呢 小朋友在上学之前 就必须要让他试睡这一个三件组 或者是睡袋 让他熟悉 睡觉起来呢 跟着小朋友一起来做收纳 怎么折 怎么卷起来 因为棉被柜是小小的 不是很大 所以卷起来要放进去 这个部分呢 要让孩子在家里就开始熟悉了 卷起来是一个重点哦 所以小朋友在家里呢 先练习怎么把睡袋卷起来 睡袋可能很好卷 但是棉被呢就是要练习了哦 先折好比较小的Size再卷 连垫子一起卷起来 每天就这样收拾 收拾 老师会协助放到棉被柜里面 有了棉被就必须要有棉被收纳套 这个袋子啊 收纳袋 那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 一般呢是从上面要放进去 它的开口只有在上面 那这一款呢 我们来看一下哦 小朋友拉链应该是很好拉 它只要这样子拉开 拉开只要掀开 把它的棉被呢 放进去 这个是我觉得还不错的 而且呢 它在选择的上不要太过于软 有的袋子太软的话 它不好放进去 它没有支撑力 所以呢 有支撑力 然后这个大小让孩子好收放 然后他只要把它拉起来 就很好用了 而且有防水的效果 因为有时候我们提出去 不小心有水分 就会让它湿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收纳 第二项我要介绍这种收纳袋 那我观察小朋友在使用上 比较方便的 像这一个size 放一个在棉被袋里面 因为这个要放室内鞋带 会加清洗 漱口袋只要手一拉 动作就很好收纳 接下来呢 稍微大一点的有两个 这个是要放衣服用的 我喜欢找这个宽口 比较大口的 为什么 小朋友在放衣服的时候口大 它要放进去容易 如果口是小的 比较小 它要塞进去有一点困难 特别是刚入学的孩子 一个放脏衣服 一个放干净的 接下来呢 夹链带也是一个 夹链带有一种像拉链式的 选择上要注意 因为这种的 有时候小朋友一用力过头 这个头就跑掉了 接下来是夹的 这个要用手对准 然后按压 那在这样的一个选择里呢 我比较喜欢的是放衣服嘛 用束口袋放进去 然后手一拉 非常方便 因为这个衣服不需要到整个很密封 所以这种选择我觉得蛮方便的 接下来呢 要准备这种透明的小袋子 装 比如说装一些小朋友 不一定是吃药 有时候防蚊液 或者是自己自用的药膏 蚊子咬的时候要擦药 那你可以自带 这种小袋子非常好用 6号或7号的 那我建议如果有带药到学校 只要带当天份就好 然后呢 药包上都记得一定要贴上小朋友的名字 两包就贴两个 药水也要贴上名字 这种小袋子 我觉得很好用的是 它在装这种小东西 像这种药包它是不可以沾到水的 它需要干燥 所以我建议是要另外这样小袋子准备 放到这个夹链袋里面 区隔开来 药单也放在里面 药水就可以直接放进来 万一药水没关紧 流出来也不会直接弄到药包 是各种收纳袋可以准备的 好第三个是湿纸巾 在园所里面呢 有时候会请家长帮忙带 卫生纸或者是湿纸巾 那主要在学校呢 让孩子清洁的时候可以使用 像上厕所啦 大部分都是会放大包的在学校 我建议小朋友的书包里 也最好准备一个 小包的放在书包 因为离开了教室 有时候到别的教室 或者是在等爸爸妈妈接的时候 会使用得到 一样每样东西都要贴上名字哦 好第四样呢 我们要带的是 透明的水壶 为什么要选择透明水壶呢 在学校啊 可以让老师很清楚看到 小朋友喝了多少水 小朋友也可以看到 哇我喝的水已经变少了哦 喝完了还可以再装 那就知道我一天喝了几瓶水了 看到喝水的量 最好呢 还是要选择可以有杯带的 另外呢 一学期有几次的户外教学 那户外教学 就必须要把水壶带在身上 如果呢 没有这个杯带的话 小朋友用手拿 要到户外去活动的时候 就不方便了 所以呢 可以选择水壶 有带子的水壶 建议家长可以定更换 比如说一年呢 我就换一下 因为这个塑胶做的 它会有一些变质的现象 第一个姓名贴 姓名贴在学校呢 是为了让小朋友呢 辨识属于我的东西 因为可能你的书包 跟我的书包一样 那这时候呢 要在家里让小朋友 先认识自己的名字 然后呢 再把名字贴在所有 带去学校的东西 这边建议家长能够选择 比较有粘性的防水的材质 或者是有一种 直接可以盖在东西上面 像衣服就要盖了 有一些呢 不见得贴的时候 可以贴得牢 在学校以前 我们会帮小朋友做的 贴了名字之后 在上面再贴一个透明胶带 现在有很多 像这个 这小熊的 在需要的地方呢 挂上 然后后面有这个 显名字的部分 第六样是 餐具跟餐带 学校呢 大部分都采用三种颜色的 餐碗 为什么要用三种颜色 我想很多 爸爸妈妈已经知道了 三种颜色呢 就是让孩子区分 上午的点心 中午要用哪一个碗 下午的点心要用哪一个碗 在家里就要训练小朋友哦 怎么打开它呢 让小朋友试试看 按压 拉起来 这边有一个耳朵 那像这些小细节 都要告诉小朋友 甚至于呢 还可以在家里 还没有上学之前 让小朋友在家 就开始使用三色碗 记得哦 有一个重点 一定每一个都要贴上名字 这个下面就有一个位置呢 专门让人家把姓名贴 贴上去 所以呢 这些每一样都贴好了 他们在用餐的时候 如果不小心有混淆 因为小朋友在学校难免 那就可以直接哦 这是谁的汤匙 老师马上可以看到帮忙找 因为餐袋里头呢 有直角 没有办法清洁到 甚至于以前呢 还发现小朋友的餐袋里面很容易发霉 找到一个盒子 然后呢 家里头有一些用过的塑胶袋 可以这样套在上面 我们套上之后呢 把这一个呢 就直接放在餐袋里头 防止水会直接渗到餐袋里面 用过一个 我们就放进去 好 用完第二个 第三个 好 刚刚好 除了防水之外 还可以让小朋友呢 把这个餐碗固定好 建议家长可以这样做 你在清洗的时候更方便 塑胶袋直接换掉就行了 接下来呢 第七个 是口罩 口罩现在是每个孩子 只要我们家里头外出 大家都是必备的东西 那建议家长也是 我们可以在每个口罩 都要贴上名字 贴好了 装在收纳袋里面 放在书包 这个也是必备的 因为有时候在学校 不小心跟别人混了 如果没有名字呢 有可能会带到别人的口罩了 第八个呢 是 在学校呢 因为有个人置物柜 一般学校会建议放两套衣服 比较简单的 比较薄的 像棉脂的为主 还可以放一双袜子 这个都是因应临时状况 可以更换 那建议呢 衣领上面可以贴上名字 现在有一样东西非常好用 就是用盖的 可以盖在衣服上 裤子那一侧都把它有名字 我用收纳袋把它装进去 好 一件一件的让孩子试哦 在家里可以让他练习 这样子 一件一件让他放进来 然后也很方便 就一按一拉 就 好 直接请小朋友就这样整包放到置物柜里面 孩子会把衣服拿出来 放到置物柜里面 这样子呢 比较 比较会污染 所以请小朋友整个就放里面 因为不一定每个小朋友会常常更换衣服 除非是如厕训练的时候会比较常尿湿裤子 一般呢 比较少更换衣服的时候 这一袋的衣服两套衣服 有可能放在置物柜里面会放很久 如果没有袋子装着 比较怕会弄脏 反而不好 所以建议家长呢 请小朋友收纳袋 收好 放在置物柜里面 接下来是漱口杯 牙刷跟牙膏 在吃完午餐之后呢 老师会引导小朋友刷牙 然后再睡觉 漱口杯选择呢 是最好是采用不锈钢材质 可以做高温消毒 不会有在里面有发霉的现象 这个透明的 这是塑胶材质 它透明呢 是可以看得到 但是也是要定期做更换 牙刷 小朋友从小呢 在刷牙的时候 那告诉他 牙刷背面有一个刷舌胎的 小朋友从小就要练 选择比较好的材质 软毛的指滑 让孩子好刷牙方便 选择牙刷牙背的技巧 再来是手帕跟手帕夹 准备手帕是为了让孩子可以方便擦汗啊 洗手的时候呢 也可以擦擦手 目前呢 有许多学校的做法 是会挂在胸前 夹子这样子 很方便 让孩子随时可以取用个人的物品 提供给家长选购的时候有三个重点 手帕夹有弹性伸缩的 这个很方便 很好用 对小朋友来说呢 更舒服 第二个呢 手帕尽量不要选长形的 挂在前面 为什么呢 小朋友一蹲下来 这个手帕可能就会擦到地板了 选size不要太大的 我建议是大概13正方的这种size 把它折起来的时候是这样 也不适合太厚 这个都会影响孩子的活动 最后呢 提醒各位家长 买了以上的东西啊 千万不要等到上学当天才拿出来装水啦 水壶啦 或者是餐袋 才第一次使用 一定要记得提早让孩子在家使用 让他用用看 也试试看操作 方不方便 像餐袋要打开盖子就是要练习 因为呢 小朋友在适应一个新的环境 如果东西也都是很陌生 难免呢也会造成小朋友心里的焦虑跟压力 所以呢为了要让孩子在学校 适应的更好 有些老师还会建议 带一个小朋友 常常在使用的安抚物 带到学校 就跟我们熟悉的东西带去学校 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呢生活当中呢 一定要连结对小朋友的情绪会有帮助 比较常见的 像是水壶 每一个小朋友来都是新水壶 那有的小朋友呢 他刚来上学 心情也不是那么好 操作这个水壶的时候 按不下去 他又更难过了 所以呢 在家里练习是非常重要的 分离焦虑再加上要挑战各种不同的事物 新的接触 这个都是会影响孩子的 所以呢降低孩子的这种焦虑 就是在家里要准备好 幼儿园呢 是孩子开始接触团体生活的开始 许多的物品准备 如果在家里做完善的练习 例如东西怎么放到书包里头 还有呢 衣服不要太大件 就是小朋友的T恤 教他怎么折 比较简单的动作让他练习 在家里很熟悉了 他到学校就能够很顺利 甚至于呢 贴好名字 要告诉孩子 名字 这是你的名字哦 用一些游戏 把这个名字给记下来 然后适应期间呢 小朋友的不安呢 这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尽量在准备东西的 这些细微小事上 尽量能够注意到 这样能够让孩子更放心的 融入团体生活 以上示范需准备的物品 如果不知道怎么购买 或者是想参考影片分享的 商品的朋友 可以在下方连结参考看看哦 今天的影片呢 如果有任何问题 在下方留言 我都会回复你们的 下一集影片呢 我们将制作 孩子进入幼儿园前呢 需要准备的十大能力 记得要订阅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 每一集的精彩内容哦 拜拜 最后公布抽奖活动奖品 第一个奖项 单卖儿童书包 第二个奖项 一组三色晚餐组 加保温餐带 要怎么参加抽奖呢 方法一 请点赞本影片 并留言 分享本影片到 FB的个人贴文 方法二 到我们的粉丝团 按赞 在抽奖 po文下留言 并分享到 FB的个人贴文 就可以参加抽奖咯 到期日是 7月18号 将会抽出幸运的粉丝 在FB粉丝团上公布哦 记得要订阅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 每一集的精彩内容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